在微博上看到一个网友说 最懂花开忘忧的是钱雷、周深和小编 视频由娱乐叨叨到不停和周深速递制作上传 其他账号均为盗窃 这里说的是由你绑的小编 花开忘忧连续53周上榜 小编就写了53篇鉴赏评价 摘录一些经典评价串一下分享给大家 周深用轻柔的歌声 描画着夕阳中传过街巷 买花回家赠予长者的画面 将普通却温馨的日常娓娓道来 满满的人间烟火气让人感到亲切 将无数人经历过的平凡故事娓娓道来 在交际重复的段落中 周深情绪更迭明显 完整地演绎了从清雅温润 逐步走向浓郁动情 带领听众走过坎坷的成长之心路 最终归于释怀的平静 清透却不显疏离秒远 让人很有亲近依赖的冲动 触摸到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是教科书式的情感演绎 周深的演唱注入灵魂 主歌中气声硬鹤入梦场景 虚实难以捉摸 副歌高音每一个咬字的爆发力都很强 增强了情绪的表达 副歌丰满抒情后的一句你好啊 清雲问候中带着几分小心翼翼 仿佛怕惊扰了美好的梦境 带领听众穿梭在现实与梦境 过去与未来之中 周深在悲喜之间找到一线平衡 将复杂情绪倾注歌声中 从中听见离别之苦 更有苦涩之下的坚强微笑 笑中有泪十分感人 演唱细节中压抑的乌液和微微的嘶哑 更是催泪不已 大家不妨自己去看一下 这53篇鉴赏评价 真的是很懂花开忘忧的